跟大家分享一段 英國前首相 東尼布萊爾 在他成為首相之前的一個小故事 他有一次在一個演講當中 他在開始的時候 就先跟大家分享一段自己的經驗 而且呢在分享之前 他還特別特別的 去提醒所有的聽眾 這一段小故事 會讓大家 對於他是否有能力 接掌英國政府 是有點擔心的 好 他到底說什麼呢 他說有一次 他造訪了荷蘭 然後和荷蘭的這些達官顯貴 包含他們的王室一起共進晚餐 在席間呢 他遇到一位聖莊出席 大概是50多歲以上的女士 那這個女士很客氣的就問他說 你是何許人也 他就回答說 我是東尼布萊爾 然後呢 這位女士就接著再問 那你從事什麼工作呢 東尼布萊爾就說 我領導英國的工黨 這個時候呢 東尼布萊爾他就反問 這位女士說 那你是誰呢 這位女士就說 我是碧翠克斯 他在用同樣的劇情接著問 那你是做什麼工作呢 這時候 這位女士就有點尷尬 然後停了一會兒之後 他就回答東尼布萊爾說 我是女王 這位50多歲 叫碧翠克斯的婦人 她是荷蘭的女王 簡單來說呢 東尼布萊爾在那個狀況底下 有眼不是泰山 居然沒有認出這位貴婦人 就是荷蘭的女王 如果你是東尼布萊爾 你可能會覺得很糗 而且你巴不得全世界 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這件事 那如果再進一步想 如果你跟東尼布萊爾一樣 你即將要角逐政治上 更高的權威的時候 在一場重要的公開演講當中 你會分享這個故事嗎 或者是你會從什麼角度分享它 你有沒有可能 用另外一種方式 吹噓著說你跟荷蘭女王 一起共進晚餐 然後呢顯示自己 有多麼的有辦法 但是我們發現 布萊爾他沒有選擇這樣的方法 他用自我解嘲的方式 呈現他自己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那個現場 聽到布萊爾說的這一段故事 你真的會覺得 他是一個不是大體 或者是沒有能力的人嗎 還是你會對於他的一個修養 還有他自我解嘲 這樣的一個智慧 深深的感覺到很佩服呢 其實如果聽這一段分享的你 你是經常需要面對公眾 來表達你自己的話 不妨透過這個故事可以想一想 當我們在面對公眾的時候 你到底是怎麼呈現的 我遇過很多人 他很會去吹捧他自己 包含呢他經常的去秀 他跟某個偉大的人物合照啊 然後呢他的名片啊 要一折兩折三折四折 然後雙面印刷 他的頭銜都還印不完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當你用盡各種方法自我吹捧的時候 那麼對聽眾而言 你所吹捧的這些豐功偉業 對他們來說 價值到底在哪裡呢 其實一個人敢於自我解嘲 是這個人呈現出自信的最好的方法 因為只有一個人他對於自我的形象 他是很確定的狀況底下 他才能夠真正的不受他人評價 去左右他看待自己的方式 於是呢他因為這樣的一個力量 他才能夠真正的做到自我解嘲 所以如果在未來日子裡 你有機會呈現你自己 當你在苦惱著 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才能夠贏得聽眾的 信賴跟認同的時候 或許自我解嘲 英國前首相 東尼布萊爾的故事 很值得你 好好的體會 好好的參考一下 我是凱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 請在影片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能你聽到這邊 會有一個問題 就叫做 我知道理論上自我解嘲很重要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你沒辦法做到 有沒有可能 因為你太害怕別人對你的評價 而失去了自己看待自己的輪廓 好像得別人真正的同意 好像得自己一切必須是完美的 你才確認自己的存在與信心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議題的話 我很鼓勵你 不管你是不是進我的教室 你都好好的透過學習 來認識自己 了解自己 當然如果你要進我的教室的話 我會鼓勵你 關於怎麼樣去面對自己 確立自己的輪廓 不管是重新調整自己的內在信念 還是外在行為 那麼我在8月14號開課的 CIA通達力課程 會對你很有幫助 那麼在這邊特別說明一下 CIA通達力在8月份的這一期課程 在我錄音的這個時候 只剩下4個名額了 所以如果你有心想要做一個前進的話 那麼請你把握這難得的機會 詳細的課程資訊在網站裡都搜尋得到 謝謝你的收聽 我們再會